我们今天讲讲中一的数学 Linear Equation 线性方程 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分数方程处理的第二个方法 之前的slide是交叉相性 而今次是Canceling Denominator 照译就是消除分母 当分数没有分母 它已经不再可怕了 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之极速 帮你消除分母的东西 首先要动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? step 1 教你 很简单,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寻找两边所有分母的lcm 即是3和2的lcm 恭喜你做了第一步 之后下个步骤 将所有项目固住 因为我们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将你刚刚寻找的6 插入所有项目之前 即是全体乘6 大家都知道 Equation 的方程被天称 左手边和右手边 一定要每一个项目做相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全部都乘6 而且包括整数都要 很多人有个谋误 我就是cancel 3和2 整数不用cancel 没错,它没有cancel 但它一定要乘6倍 就是这个红色录的位置 好,再到step 3 那要做什么呢? 就是将所有的分母和6 去约定 不能约定 就变成整数 乘6倍 但有个很重要的步骤 约定完分母之后 謹记留下所有固 首先,约定2 记得括住1-y 6 x 2y 可以直接乘-12y 旁边是18 然后6和2 约定3 所以只剩下正3 再固y加1 OK,到step 4 就是expand 拆固 因为y固里面 不能简化 所以一定要拆开 第一个扩张的步骤 就是二十进去 就是2-2y 再-12y 接着18 留下 正3进去y加1 两个 term都是正 就是正3y和正3 OK,step 5 做什么呢? 就是先简化相关的项目 之前说过 不要这么快左右移项主 你脑不升负荷 先做一些简化的 term 第一个就是-14y 二留下 因为是-2y 再-12y 然后18 可以加3 变21 再加3y 接着step 6 记得左右移项有很棒的决策 就是先走小一点y -14y 怎样都比正3 所以-14y 会移过去 变3加14y and then 二留下 21过来 变做减好 虽然今次没有太大欢喜 只得y前面有正 但也比没有好 所以你待会随17 怎样都疏爽过随-17 answer 搞定就是-19 over 17 写回左边 便完成所有东西 是否很爽快呢 不过在讲词前 记得canceling denominator 的好处在哪 先看看我的cruiser 箭嘴到 这是step 1 还有份数 到step 2 咦? 没有份数了 所以有人问你 这个消除份的方法有多好 step 2 开始 没有份数 非常疏爽 震加步骤 很容易对 也没那么容易出carry mistake 所以懂的同学 记得subscribe 我们的数学999 但愿人长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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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